地图是有名阵 企业这边也是打雕刻家 这刀阵容的话还挺不错的 能遛起来的话是可以去尝试一波多跑的 但是呢就是你遛起来只有一个点就是调尸嘛 然后调尸这个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给的存在感比较多 就是你如果真的前击牵制起来了 你给的存在感比较多呢 这企业也能到二级 然后企业能雕刻家呢 对吧 他经常有神雕的出现 对吧 就放着放着放着就是神雕了 对吧 这阳过了来了 就骑着神雕就来了 你这怎么说呢 这不好说 钱的雕刻家其实蛮 他也是带了一个张狂家挽留 也是奔着宝瓶去的 他宝瓶我觉得倒是可以去理解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呃本身自己队伍是有一个优势的嘛 宝瓶然后打到第三局 再来打是可以接受的 而陈子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刚才陈子如果说上一局他真的是带一个底牌 那迎面要比带挽留高得多啊 上来追祭司 追祭司 这个图的祭司他不但第一波厉害 第二波也厉害 对吧 如果有第三波第三波也厉害 嗯这里三个洞拖一会儿 这大老师一看 呀小伙子这么勇敢追祭司 先给你32%的三跑 打 哎呀 这一波没打到 那舒服了 哎呦 这茶哥舒服了 这里虽然说干尔道理用兵的遗产级 但是毕竟这边是一个满状态祭司 他能拖的时间还蛮久的 茶哥这边的话各种走 各种绕 起源这里好像没有神雕啊 这局啊 没有神雕 如果纯粹是张狂 开一个一接 打两刀是差一刀的存在感 这里大老师已经无限看好 大家可以看呀 这边大老师的一个预测结果 无限看好穷者 我偏偏要跟大老师反着来 我闪闪闪闪闪 对对对对 闪过去给他来那么一刀 然后挂回去 我偏偏要跟他反车车车 哎呦我去 这里也就需要三台嘛 还可以接受对吧 你们卡半旧一波 你们要争一个三跑就得卡半旧 卡半旧 我这边就有机会去干嘛呢 去到二阶了 到了二阶以后呢 还有一波翻盘的机会点 不过祭司是有二六能力的啊 大老师还是无限看好求人者 虽然说确实现在求人者优势 但我觉得吧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前这边的话最好省一些雕像 因为他现在没有到二阶 这雕像打出去 稍微干扰一下也就行了啊 这边呢 能不能追波双挡 因为现在到二阶了 能不能追波双挡 一波雕像 要这样这边 一个雕像没吃 哇这个 这个预测的概率 略高啊 这毕竟是一个二阶雕刻家了 毕竟是一个二阶雕刻家了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我觉得这把起言是可以保平的 茶哥这边 被刮伤以后 前锋最好是撞就 无论如何最好是撞就 不要给到起言任何的一个防守的机会 这里北离但凡想拖 我觉得反而会给到这边雕刻家更多的机会 前锋撞了 前锋撞了 这边的话雕像能不能再补一个 能不能秒掉 没秒掉 但是这边也没有撞晕 雕像一波推 等等等 下一组雕像 下一组雕像 49%的机 这边还在还在 来来来来来 雕像雕像雕像 哎呀没推到 没推到 再拖 雕兵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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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就 一刀打 雕兵就吗 前锋救的 这里49%的机 全员开始保 两个人 哇两个门绳 没有卡住啊 落地一刀打 打中了 机制的话好像不够 前锋这边有一小段球 嗯 这里雕像 好的 前锋要倒 前锋要倒 这边卡板子 卡板子 卡板子 签 哎呀板子不对啊 这位置没卡好 没卡好的话 这边先挂飞 十三 十三秒以后 有闪现 追谁 他先投坟场嘛 先投坟场去 开门 先投坟场 看见了 强尸 这边 香水 扛一波 追强尸好 哎对 追强尸好了 有手里有闪现 有挽留的 追强尸 先把这强尸打了 你们这边已经没有搏命了 这里的话 我觉得穷者就差了一点点啊 就是那个地方倒 没倒到板子中间 嗯 应该是一个平局了 应该是一个平局 这边有闪现呢 门开了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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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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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他 有闪现 闪 平局 对吧 跟你们说了 这个局是有机会保平的 当然 求人者如果说 细节上面 抠的再好一点的话呢 那确实是三跑 但是也是有机会 能保平的 也是有机会 能保平的 那双方第二局 是打成了一个平局 这把平局 对于企业来讲 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 可以了 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